虚实 不同于春冬之时 天亮的晚 黑的早 夏日之中 天色本身便是昼长夜短 即便现在已经是到了虚实初十九点 天空之中 太阳还未彻底落下之间 月亮已经是在那蓝天之中 隐隐显现出轮廓 后院 此时的吉女 均是置身于这带着良意的池子之中 即便是妖月以及水母阴姬 此时都将自身的真气收敛 更好的感受 这夏日炎炎中 置身于这清凉池水之中时的清凉 只是 等到从这凉池之中 出来回到内院之中时 妖月的视线 却是频频地落于楚清河的身上 注意到妖月此时 这频频投过来的视线 以及那明显的思绪神情 江口中冰冰凉凉的酒水咽下去后 楚清河徐徐道 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面对楚清河所问 妖月沉吟了片刻后询问道 这一次 青龙会撒得网如此大 以你的性子 应该不想要参与之中 为何这一次费尽周折的 要将自己展露在白小生的面前 听着妖月所问 水母阴姬几人 亦是同样将视线放在楚清河的身上 楚清河不喜麻烦 也不想步入江湖 即便是连星这段时间下来 也清楚了 更别说水母阴姬或驱飞烟几女了 因此 以楚清河的性子 即便是已经将青龙会的谋划 全部都推敲出来了 也应该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继续当一个透明人才对 不至于像这样近乎于显白的 直接展露在白小生面前 甚至于将自己所有的思路和分析 都是清清楚楚地告知于白小生 这样的举动 无疑是会给楚清河带来更多的隐患 知晓妖月 甚至其他妓女的疑惑 楚清河摇头道 麻烦这东西没有眼睛 有的时候即便是不去招惹 也会主动找上门来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无望之灾这一个说法了 正如一个人一旦没有了价值 便随时可能会被人当作弃子 其他时候也是如此 想要避免麻烦的最好方法 无异于事 让那些有能力制造麻烦的人 能够安分下来 如果说 现在这院子里面 还是只有楚清河 以及曲飞烟 甚至小招三个人的话 楚清河自然是可以和之前 刘正风金盆洗手大会一样 遇见麻烦 顺手躲在暗地 至终解决了 在事后拂袖去 深藏公与明 继续过自己这小日子 但问题是 楚清河这身边 聚集的人可是妖月 水母阴姬 以及东方不败这样的三个女人 玉带王冠 必成其重 享受着东方不败 以及妖月和水母阴姬 这样的女人待在身边 自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情 听着楚清河所言 知道楚清河意思的妖月问道 所以 白小生才会将旁班的消息 透露给你 楚清河轻轻笑了笑道 心照不宣罢了 面对青龙会这样的势力 一味地藏桌 或许反而是给对方一种软弱可期的感觉 这一点楚清河清楚 而白小生也是想要借着这一次的事情 判断出以后 对待楚清河时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说着 注意到一旁妖月微皱的眉头 楚清河知道妖月所想 随后开口道 别想了 偶尔多一点调剂点缀一下生活道也不错 也没你想的那般麻烦 听到楚清河所言 妖月轻轻点了点头示意 片刻后 在楚清河的招呼下 屈飞烟直接从房间里面 将那狼人杀的卡牌给拿了出来 不多时 院中几人的注意力 都是被转移到这游戏之中 然而 就在这虚实末时 一阵敲门声 却是忽然从外面响了起来 听到声音 还不等吉女有所反应 原本第一个出局 待在吊床上的楚清河 便徐徐地坐了起来 然后向着前院走去 如果说 之前这敲门声 只是引得屈飞烟和林诗音等吉女侧目好奇 那么此时 在这敲门声响起后 楚清河竟然主动地去开门的行径 则是让妖月以及水母音机 都是不免有些诧异 片刻后 随着楚清河回来的时候 在楚清河的手中 已经是多出了五六个 用粗布包起来的包裹 见此 屈飞烟 小赵和林诗音 都是上前分别接下一个包裹 回到了石桌这边后 屈飞烟不又好奇问道 公子 这是什么 面对屈飞烟所问 楚清河诞声道 将东西打开 不就清楚了 说话间 楚清河自己拿着两个包裹的同时 另外一只手轻甩 伴随着长袖的鼓动 一些粉末瞬间分散开来 散落在这院中各处 同时 伴随着特殊的进气流转 除去楚清河这石桌周围之外 这院子周围那些原本悬挂着的烛火快速地熄灭 将楚清河此时的行径收入眼中 屈飞烟吉女心中的疑惑和好奇不禁更加浓厚了几分 等到屈飞烟吉女将自己面前的包裹打开 发现这包裹里面装着的事竟然都是一些涂了厚厚一层黑色颜料的竹筒 当屈飞烟好奇地将其中一个竹筒打开后 点点银绿色的光顿时映入屈飞烟的眼帘 几夕后 看着这一些带着银绿光点的流营石 冷了一下的屈飞烟不禁开口道 流营 萤火虫 得知了这些竹筒里面装着的竟然是流营石 不说林诗音和小招了 即便是水母音机和莲星也是不免好奇地将一些竹筒打开 但随着这三个包裹里面的竹筒里的流营全部飞了出来 整个院子里面之中都是有着点点荧光在空中不断地移动 在楚清河之前洒出的那些药粉影响下 这一些流营不断地穿梭在院中那些植株以及山茶花树间 竟是没有一只飞出这院子里面 夜色微萌之下 看着院中那点点荧光 别说是屈飞烟和小招吉女了 就连妖月和水母音机看着院中这些流营都是眼眸青闪 反观楚清河 看着院中这流营 嘴角亦是带着几分笑容 几夕后回过神来的妖月视线 从院中那些流营上面收回来后 看向楚清河道 你何时让人去抓的这些流营 楚清河徐续道 就前两天 刚好想到这层南外的林子里面有这东西 所以就出钱 拖些人去抓了一些回来 闻言 曲飞烟不禁问道 公子你怎么想到忽然要去抓这流营的 楚清河轻声道 反正也是闲着 就当是点缀一下这院子 生活虽然枯燥 可若是会点缀 多少都会能够变得有趣一些 说话时 楚清河将剩下的两个包裹打开 将剩下的一些竹筒给打开后 楚清河先是以真气将竹筒封口 避免里面的流营飞出 然后再分别将一些药粉给洒入到了竹筒之中 注意到楚清河此时的举动 曲飞烟等吉女均是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一旁的妖月看着楚清河此时的行径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沉了下来 呵 这微冷而夹杂着几分不满声音出口 曲飞烟不禁纷纷看向妖月 迎着吉女的视线 妖月声音微冷到 七月初一 东方不败那个家伙的生辰 这话一出 吉女哪里不明白妖月话中所指 曲飞烟恍然道 东方姐姐到了现在都还没回来 显然事情繁多脱不开身 所以公子是准备将这些流营送给东方姐姐当作生辰礼物 楚清河轻轻扔了一声作为回应 这时林诗音不解道 流营虽说后面只需要以花鹿为时 但只能存活几日左右的时间 将这些送到东方姐姐那边之后的话 不会都已经死了吗 楚清河诞声道 刚刚加的这些药粉能够让这些萤火虫陷入到休眠之中 等重新接触到空气后便能醒过来 影响不大 曲飞烟恶然道 公子你竟然对这个也有研究 文言 楚清河诞声道 流营本身也是药材 具有清干明目的功效 主治劳商干气木暗 青芒 小儿火创伤 热气 小赵恍然道 原来这流营也是药材啊 难怪公子这么了解了 腰月则是冷声道 你对那女人倒是上心 听着腰月这语气略带酸酸的感觉 楚清河美好气道 别闹 你生辰前我也去看过 这几片林子里的萤火虫都还是幼虫 弄过来也没用 流营这东西 从卵幼虫永成虫的生命周期是一年左右 腰月生辰那段时间 就算是楚清河将这些流营弄回来也没用 见楚清河之前也考虑到了自己这边 腰月心中的不满才是稍缓 几夕后 腰月偏过头道 也罢 算是东方不败 那女人生的时辰不错 毕竟莲星和水母阴姬都在 腰月也不好揪着不放 不过 当视线看向院中那栩栩发亮的萤火虫时 腰月的眼眸亦是清闪 嘴角亦是不免有了一抹糊度勾了起来 爱意东升西落 浪漫至死不渝 不管是谁 对于美好的事物皆是会有先天的喜欢 腰月自然也不再例外 旁边 在得知了楚清禾接下来给东方不败准备的生辰礼物时 水母阴姬却是不免流露出几分羡慕和忧怨 因为它的生辰是在年后不久 到了现在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头一次 水母阴姬会因为生辰的时间问题 而感觉到有些惆怅 夜深 屋顶之上 这时 一道轻微的破空声响起 腰月偏过头看了一眼 闪身至这屋顶之上的水母阴姬 都睡了 面对腰月所问 水母阴姬甜甜笑道 都已经睡了 闻言 腰月轻轻扔了一声后 便重新闭上了眼睛 继续享受着这夏日夜下的美好 旁边的水母阴姬 则是缓缓坐下来 然后将楚清禾原本随手 搭在肚子上的手摆好在躺下 随着后脑枕在楚清禾的手臂上 抬眼看向这夜幕之中 那悬挂的角落时 水母阴姬脸上的笑容 不禁更加浓了几分 在楚清禾这院子之中 生活的基调便是如此 日出有盼 日落有念 心有所欺 忙而不忙 应该修炼时修炼 应该做事时做事 应该休气时肆意地放松 尤其是水母阴姬和腰月 相比起屈飞烟等吉女而言 这种日落之后欺念的事情 更是强烈 徐徐的清风 混着夏日所独有的青草香气 回荡在这空中 呼吸间都是能够让人有种置身于田野之间的悠闲 此时已至夜深 之前叫闹不断的蟋蟀 此刻也仿佛是乏了一样 安静了下来 月光洒落之下 宛若一层青纱 让这天地间多了几分朦胧 而又静谧的美感 就这样 一直在这屋顶之上 观星闻风 不管是水母阴姬 还是腰月的呼吸均是绵长 身心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在这夏日夜深之间 静躺屋顶赏月品酒 本身就是一件无比让人惬意舒心的事情 更何况 此时在水母阴姬和腰月君是枕着楚清河的臂膀 使得两人心中 在这徐徐清风吹拂之间 亦是有着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特殊感觉 使得这静躺在屋顶之时 时间亦是混着这清风回荡 而快速地从两米的身边擦过 片刻后 待到这天地间 已经有了几分万籁俱静的感觉时 腰月才是徐徐地起身 走吧 回房间了 听到腰月的声音 原本闭着眼睛 呼吸有了几分绵长的水母阴姬眼睛瞬间睁开 在这月光的映照下 那如水的美眸之中满是期待和兴奋 有些东西 若是没有体会过就罢了 但当体验过之后 如果说体验感不错的话 的确是会让人有种食髓之味 欲罢不能的感觉 如果说 在楚清河这院子里面 一天十二个时辰里面 一定要排一下哪几个时辰 最让两女所在意的话 无疑就是在驱飞烟等几女 被点穴睡着后的这几个时辰 随着妖月和水母阴姬两米一前一后的从这屋顶之上一跃而下 然后又如同纸鸢一样 飘到了主屋里面时 屋顶之上的楚清河也是徐徐的站起身来 再一次看了一眼 鸡叶这依旧璀璨的星空之后 转而将酒壶给拿了起来 毕竟等下还得先尝点咸的 先喝点酒 碾得一会口渴 一直等到这酒壶之中 小半壶酒全部进入到楚清河肚中 楚清河才是缓缓地站起身来 次日 清晨 在洗漱完了后 之前还带着几分睡眼惺忪的屈飞烟和小招 以及临时音也是一个个精神了起来 一般而言 大清早要是没精神 要么是长时间睡得不好 要么就是长时间睡眠不足 就跟楚清河一样 每天睡眠严重不足 到了现在 楚清河也渐渐发现了体质增强的坏处 从弄出烟雨苍蓝劲到现在 楚清河现在的体质 比起一开始已经是提升了足足五倍 虽然比起那些以外功 破入先天境的舞者 身体强度还差了一些 但也是远超寻常舞者了 而楚清河的体质强了 续航能力自然也就强了 这次消比涨下 楚清河晚上休息的时间自然也就更少了 好在体质强了后 楚清河本身的精力也旺盛了不少 再加上每天耕作劳累后再休息 倒也睡得香 加上白天时不时地补个觉 倒是也能接受 不至于因为阳气被吸得太多而虚浮 思绪流转间 楚清河瞥了一眼院边洗漱的屈飞烟和小赵一眼 在这几个月里面 只要东方不败 腰月或是水母阴姬在这院子里面的时候 基本上不存在熬夜一说 每天睡到天亮 精气神自然不用说 单单就屈飞烟和小赵 这段时间里面吃好 喝好加上每天泡的药雨 使得两女现在个子也往上冒了一劫 现在也就比腰月几个矮了半头而已 估计再过两年 两个丫头的个子就能和腰月几女差不多了 就连去飞烟原本的富有 在这几个月之间都是减少了不少 别说 面对两个妮子这样的变化 此时的楚清河倒是有了一种 无家有女出长城的感觉 然而就在楚清和打量着小赵 和屈飞烟这段时间的变化时 一只雪白的鸟扑腾扑腾地从北边飞来 然后在这院子里面绕了一圈后 跺到了院中腰月的肩上 将这一只鸟脚上绑着的竹筒取下 抽出里面的纸条看了一眼后 原本面部平静的腰月神情骤然一变 注意到腰月的神情变化 莲星不禁问道 姐姐出什么事了 面对莲星所问 腰月沉声道 五日前 一名天人静中期的舞者 进入到一花宫中和师父交手了 简单的一句话 但之中天人静三个字 却是让旁边水母音机 以及院边的屈飞烟等人 视线均是一栋到 腰月的身上 即便是楚清河 也是心中轻移了一声 这边 在顺手将这一花宫的来信 递给莲星后 腰月目光轻挪放在楚清河 的身上 感受到腰月眼神之中 带着的几分征询 知晓腰月意思的楚清河 轻轻摇头道 应该不是白小生他们 声音入耳 腰月眉头皱得更深了几分 片刻后 腰月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道 是关天人静的舞者和我师父 必须得回去一趟了 听到腰月所言 楚清河点头道 等我半课中 闻言 腰月轻轻点了点头示意 见此楚清河才是起身向着主屋里面走去 等到出来时 在楚清河的手中 已经是多出了一个一寸大小的檀木河 我本身的流测 你一定是多出了一个人的风筒